我们上个礼拜的重点稍微回顾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今天是第四次上课 所以上个礼拜主要讲到有关关乎自串的范例 然后里面记得我们有用到 如果用VBA的话 多了学了一个VBA里面的叫Instreet的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有点像Excel里面的Find函数 不过当然有点差异 比如说它的参数的顺序不一样 一个是先找刮符再找资料 一个是先给它资料再找你要找个刮符 还有就是如果找不到的话 它回来会是零 找到的话会是在哪个位置 这个函数的话其实蛮好用的 因为将来如果你要做资料的检索 甚至全文检索 你都可以去让它一直跑跑跑 比如说某篇文章里面有出现某些关键字 就帮你把它mark起来呈现显示出来 甚至可以把那个部分 尤其像Google找到的东西 它把它前后帮你抓一部分的资料 让你显示 并且是换个颜色之类的 都可以用这个函数帮忙做一点事情 所以这个函数其实还蛮好用的 尤其像让你在找资料的时候 其他的话再来就是逻辑函数部分 那我们逻辑部分非常重要 因为在将来处理资料的时候 除了回圈 因为回圈就是把所有的大范围资料的范围告诉他 那里面要做什么 其实基本上通常都会加一个逻辑判断 那逻辑当然有单一的一重逻辑 当然两重else 再多重就加alif alif一直下去 那通常反正有点像一个筛选 就是说这个什么呢 你门口做一个管制 就是健康的人走这边 那如果发烧的人可能就过来再量一次 有没有 类似像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 让资料可以把该放资料放哪一个地方 放哪个栏位 它可以分门别类 OK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逻辑非常重要 那通常都会跟回圈搭配 也许外面跑一个回圈 那里面就做一个逻辑 大概会有这样的写法 那写来写去大同小异 所以将来也许我们之前写过的层次 你可以拿来当范本 然后用在其他地方上面 那再来的话 就是有关把颜色变更 比如说我找到的资料 换个字型的颜色 然后换个底色 或者用框线把它框起来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呢 再来就是把它加出 类似像这样子 那其他的话又像什么 怎么再把它清除掉 那清除有分成个别的清除 跟全部清除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在云端白板里面的 那个第几个单元 这个逻辑函数里面吧 那逻辑函数的程式码 里面都有上个礼拜的全部 相关的资料都在这里 OK 所以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改颜色 怎么改 这边上面都有 所以基本上尽量把它熟练 它个别的改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还有讲到有关 就是有关那个框线部分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 就是做完 他很认真的也把 他我们所教的东西 他把它用在他工作上面 那他最后发现 有一个地方他写不出来 就是如果写框线的部分 比如说框线的话 大概简单 会有几种相关的应用 包含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清掉了 清除框线 那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框哪里呢 框这个范围 有没有 外面呢 都帮我加一个什么呢 红色的实线 比如说红色实线的话 当然你如果手动的方式 是用什么 其他框线吧 然后里面的话 你就先给它颜色 红色嘛 然后在外框线加内框线 就是这个好了 这个比较 线条选样式嘛 然后再来就色彩 再来就是给它框 然后按确定 它就帮你框起来了 对不对 然后但问题是你如果每一次 爆表出就是要列印之前 你每次都已经VBA假设你都写好了 可是最后你还是要手动画框线的话 感觉好像变成只有一半 没有全部用VBA的话 那当然有点可惜 所以如果将来 你全部做好了 然后呢 最后你希望列印之前 自动帮我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画一个框线的话 要该怎么做 另外的话呢 怎么样去清除这个框线 有没有 当然可以加了上去 也可以把它清掉 那加上去的话呢 其实城市并不多 这个加框线呢 其实只有一行城市而已 清除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行城市而已 OK 加 OK 那再来最后的话 还有一个 因为理论上工作的框线 其实一般也许没那么单纯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个加框线的这地方 有两条线帮我把它做一个变化 就是这一条 比如说第一列跟第二列的这一条线 帮我把它变成双线 然后A栏跟B栏呢 把它变成双线 那主要的 主要就是说 因为上面是所谓的标题列 这个是标题栏 有没有 那如果我希望呢 让那个资料能够区隔 那这个地方也许加一个框线 然后用红色的双线 类似像这样 双线 那这个地方该如何做呢 其实画框线真的还蛮简单的 城市真的一行而已 那首先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 今天接下来看 如何当你把你的报表都做好了 然后可以自动帮我们画上框线 当然你画框线 你想说老师那之前不是可以用什么 录制聚集的方式 我做一遍把它录下来 是可以 可是问题 如果你用录制聚集 你会发现 录下来城市 其实如果你自己写VBA 只要写一行城市 但是呢 如果你用录制聚集 你们可以录录看 至少跑出20行城市 30行城市都有可能 跑一堆城市出来 OK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我讲过 它是帮你记录你滑鼠键盘的动作 然后不见得 它会帮你把城市做精简 所以如果你用录制聚集 你会发现 哇 那个城市怎么这么冗长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 用录制聚集的原因 就是说 因为城市真的太多太多了 如果我真的一定要用录制聚集的话 我自己还会想一个方法 如何把一些不需要的城市 还是把它去掉 不过前提可能你还是要看懂 哪边可以去 因为要乱删 因为你删错了 本来可以跑的 那个城市就不能跑了 OK 所以怎么做 待会我会跟各位讲 怎么样去做这个清除框线 跟加框线的动作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先来看这两个 再想这个 首先的话 如何撰写这两个按钮 当然一样 将来如果说你要做那个VBA的话 反正这个上面的名称就是SUB的名称 有没有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在VBA里面就打一个SUB 空一格 加框线 然后underline 实现 实现 反正这名称太长 你可以自己简化 因为要加框线就可以了 OK 然后清除框线 那enter它就会自动帮我跑一个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一 开发人员里面 找到VBA 二的话 那我们一样 在这个城市里面 我之前这有写好了 OK 在这里 那城市在这边 加框线 一行而已 清除框线 也是一行而已 那怎么写 我先把它放大一下 撰写风格里面 把它放到12号字 首先的话 当然我们 从头来过 OK 比如说我今天 如果要撰写什么 撰写这个按钮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一样 sub 然后呢 按钮上名称 我先叫加框线 底线 实现红色 然后按enter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步 你有模组 在模组里面写一个sub 第二步的话 如果我要加框线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因为 再来请各位一定要知道 而且要熟悉一个物件 那个物件就是所谓的范围 那范围物件的话 指的就是说 如果将来它不是一个储存格的话 而是一个范围 那你就跟他讲说 它的左上角是哪一个储存格 右下角是哪一个储存格 他就知道说 那就是一个范围 所以这边底下按一个tap键 那记得用物件名称叫range 顾名实义范围 范围物件 那你只要跟他讲说sale sale1 他意思说第一个储存格在哪里 我们在a1 冒号 那他问你说 那第二个储存格在哪里 那就是右下角这一个叫h7 所以你就直接输入h7给他就可以了 h7 好 这样子的话 记得前后要算 点一下 如果你字没打错的话 理论上它就会出现清单 那我们要划框线嘛 那框线 前面有讲过嘛 框线是什么 boulder boulder加s boulders 那这个意思说我要划框线 那s指的是一定不只一条线 上下左右对起来一堆线 其实好像我记得有上下左右 然后左斜右斜 好像还有中间还有双线 反正好像记得有八条线吧 然后呢 我们boulders里面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画一个什么样的线的话 你可以用boulders.color 这个跟上个礼拜讲一样 等于什么呢 红色的话就RGB 特别说以后反正想到颜色就是RGB 那红色的话就是255嘛 全部 然后没有绿色 没有蓝色 那这个就红色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写完了 这样子按下去就是会有这样的效果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清除框线 清除框线的话呢 一样的道理 也许我们这边 其实可以拿这个来复制好了 这一段 那就是把什么呢 把这边改成叫做清除框线 清除框线还有印象吗 我们好像有做过清除框线 就是color什么呢 colorindex index还记得吧 如果我要把框线去掉的话 在abc c有colorindex 有没有 等于什么呢 等于没有 有没有 xl9 这样就清楚了 这个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有写过 意思说这个范围把框线给清掉 那我们执行来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这个已经两个都写好了 写完之后执行它 你会发现框线不见了 执行这一个框线又划上去了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画单一很简单的框线 最重要的请各位记得就是用什么 用range物件来取代sales物件 不然如果你用sales物件你变成说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哇一堆储存格每个都要画波的 那不是 那变得太复杂了 这个时候呢你就记得要善用什么用range就可以 所以这个range物件非常重要 因为以后如果将来你希望把颜色或者是说甚至资料 这个范围是要搬到另外的地方 或者是复制到另外的地方 其实也可以用range物件 OK 所以range物件非常重要 那用VPA的好处就是程式真的很简单 有没有一行就搞定了 OK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两个 那这两个写完之后再去思考 就是如果我要画什么红色双线 就是这一条跟这一条帮我画红色双线 那要怎么做 那这个当然难度又会多一点 不过其实也不困难 主要就是把原来的这个画红色框线还是先画 画完之后再来画这两条线 这一条跟这一条就可以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我是放在我们云端白板上面逻辑函数的程式码的第九页 就刚刚这个这两段OK 那待会的话再来看就是红色双线的部分 画面切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试一下